表都是别人送的 所以你没有什么别的特别多的物质的追求 你穿衣服你肯定也不懂 我的衣服都是大名牌 80%都是朋友给我买的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好朋友送的去 他们看着我这个形象 老像一个要出事的人 你知道吗 我印象特别清楚 我那个哈尔滨有一个朋友叫张广良 我只要一去哈尔滨 他就带我去买名牌 买的好 半车半车买 然后我有一次就忍不住问他 我说你干嘛老要给我买名牌呢 他说你记住啊 我就不希望你在这上出售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因为你喜欢名牌 你要到处去挣钱 然后你就出售 但其实你自己对这些没有任何的 对 我无所谓 我有的衣服都穿了十年了差不多 因为就喜欢 所以老穿的 所以你之前你所有的钱就花在这些 这回特高兴 我觉得可能所有收藏的人都这样吧 这是一个乐趣 我每次弄回来一个新的电影放映机 电影摄影机 都会高兴好几晚上的